原来在乐坛是真的存在名为卧龙凤厨的乐队 他们开口不仅是破音 还有可能是搞笑 但个个都主打一个感情丰富 就光这个调调就已经让人洗脑的不行 麻原诗人是云南新生代乐队中发展最迅速的一个 主唱苦果的唱法有点像一口气上不来在那吊着 但还会把很浓厚的情感都挥发出来 这种很独特的唱法也成了很多人喜欢他们的原因 不过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听他们的歌 感觉就是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因为一场综艺 风风火火的出了圈 他们的作品不仅拥有丰富的记忆点 吐吊渣的演唱风格和装扮 都凸显出他们乐队独一无二的气质 那句宁愿吐到吊渣 也不愿死不可耐 说的也正是他们 初听有兵 但多听几遍便会喜欢的不行 这是我给五条人乐队的看法 同时也是给二手玫瑰的看法 二手玫瑰是国内首支最妖娱的乐队 在坚持做中国特色摇滚乐的道路上 他们将东北二人传的音乐元素 与现代摇滚乐不入声色的嫁接 将那些戏虚的唱词和所大运用 都展现到了极致 从此也构成了他们乐队独特的风格 而这种结合的魔力 也把很多最初的黑粉变成了歌迷 等一下我说命运 等一下我说命运 盖喇乐乐队成立于2004年 是国内首个靠着跑调就哄遍全国的车祸摇滚 可以说快乐就是这支乐队的精神内核 一首Young For You不仅让国人听了都皱皱眉 估计就连老外听了都得挠挠头 就在人人都以为他们会一直以这样的风格继续创作时 2011年他们却唱起来最正经的追梦赤子鑫 歌曲不仅激励了无数人 甚至许多人花钱买票也只为了听主唱的那一句破音 当天好 凭着人也好唱响 君明的光脱不离寂寞的灵感到 今夜它无法让我们回地球啊 你不是啦 有一些许多无法后 你知道 different that my love will射 词过去 Ride